千萬不要壓寶了 畢竟民進黨是反方向指標啊 之前都壓錯了 這回不曉得會不會壓錯我不知道 而且重點我講一實話 川普不會在意台灣壓不壓寶他了 因為他要收的保護費不會少的了 所以與其要壓寶他 倒不如台灣多賺錢 如果川普當選之後 恐怕還有很多錢必須要付 但我想講一下 賀錦麗如果他真的能夠接任拜登 成為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 那今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會很妙哦 他出現前檢察官的賀錦麗 對決重罪犯的川普 這個到底會不會有些話題 我覺得是會有 但當然不管賀錦麗本人的評價 在美國是如何 我個人對川普的信心度是比較低的 因為對川普而言大家都知道商人 對他而言利益比道義還重要 川普並不看中美國對於盟友的承諾 他更在意的是盟友對於美國的價值性 講白一點 川普就是要錢要錢要更多的錢 OK 而怎麼拿到這筆錢呢 很簡單 就從沒有身上要 盟友就是他最好的提款機 川普跟盟友要錢的紀錄非常多啊 從2019年跟日本要 要求他們多負擔美軍的年費 川普要求日本負擔駐美軍的年費啊 增四倍啊將近80億的美元啊 日本後來抗議啊 這付了這麼多 再來2024年啊 他又點名北約要多出軍費 川普說他擔任總統時警告北約的國家領袖 如果不付錢遭出俄國的攻擊 美國不會管你 對我不保護你 然後到了2024年就是今年4月 他還要求南韓要負擔更多的美軍駐軍的費用 就跟當時日本一樣 川普接受這個雜誌訪問啊說 這個南韓的這個4萬多美軍自身險地啊 富有的南韓 應該多付錢 又強調富有的南韓 一直到了今年7月 要求台灣付保護費 他接受了蓬勃專訪說 台灣多足的美國整個晶片產業 非常的富有很有錢 所以希望獲得美國保護台灣 應該要付這個費用啊 我只能說 拜登的突然退選 不只是美國的民眾非常的驚訝 連他的盟友也相當驚訝 日本也是嚇到不行啊 日本的這個經濟新聞啊馬上就報導說 美國總統拜登退出競選連任 引發日本擔憂美日同盟可能出現漏洞 日本政府還擔心啊 拜登政府的跛腳壓狀態可能影響決策 中國大陸和俄羅斯很有可能會趁吸而入啊 甚至全球股市也警惕啊 美國優先恐怕會再次出現 連日本都那麼緊張 我個人認為台灣必須要更緊張 因為只要當 假設川普如果當選了 他不管做出任何的決策 首當其衝的一定就是台灣 而川普的不可預測心又太高 所以如果川普真的當選 對於台灣未來是好是壞 真的到現在都不敢說 所以我剛剛才會回到一開始節目講 那個這個題目前講的就是說 我希望現在政府不要去壓寶任何的人 因為壓不壓寶沒有任何的意義 而是應該好好把自己做好靜觀其變 因為接下來雖然現在看起來 川普當選機會真的是很高 台股跌這麼多 老實講為什麼會跌那麼多 因為大家認為川普會當選嗎 如果川普不會當選 他講的話我才不在意呢 跌了非常多 台股上的單週啊 蒸發了3.2兆台幣 要知道台灣2024總預算才2.8兆 川普的一計畫 跌了所有費用比台灣一年總預算還多 所以接下來當然川普當選機會高 但是民主黨提出來候選人未必不會贏 而怎麼樣去看待用公平的角度來切入 今年年底的美國大選 我覺得台灣還是要冷靜持平 對於我們接下來的未來 我覺得才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因為冠您剛剛講說 其實不可能會去壓寶哪一邊 那我就講說 因為那個媒體報導出來以後 那你聽就覺得很怪 怎麼可能會是這個樣 那可是因為 也許像你講的 就因為你沒有看到包括府方院方 或是黨裡面有針對這個出來說任何東西 可是這一塊啦 我相信那個政府一定是 誰當選 對一定都要維持著相關的一些的關係 對我們來講就是無論是民主黨或共和黨當選 我們都要保障台灣利益 對像博弈就講說 美國或川普當選一定保障美國利益 我們台灣一定也是保障台灣利益 所以說真的他們兩邊 誰當選我們都要硬硬嘛 這個所以那邊報導我是比較不解 對只是全球現在都有一個川普當選硬硬少組 好不好 就每個國家都要準備好 萬一這樣 可是剛才講到其實包括連美國 美國國務院一再重申 那你看他們相關不管印太思念或什麼對都跟你講說 他們要盡量盡量保護的是最好在台海都不會有戰爭 OK 那但是最起碼要讓習近平覺得說not today 好吧 就再怎麼樣不要今天開幹 因為看起來國力還是有一段的差距 不需要冒這個險 可是包括美軍的參謀長 我不曉得這任君 是他直接講了 如果真的萬一不信要是開戰 他說美國一定會贏 只是慘烈的跟二戰一樣 是二戰美國在二戰美國在好 你講亞洲戰區好了 美國在亞洲戰區付出了多大一些的代價 是那這個當然是這個美國參謀所長聯席會議的主席布朗 他之前在這個阿斯本的安全論壇裡面被問到 就是說如果他就是如果亞太地區 甚至台海爆發戰爭的時候 那美國怎麼因應跟處置 那他其實講的第一個就是說 他相信美軍的強大 這是他的前提啊 所以他講講說美軍是必勝 但是因為其實在過去美國有很多智庫在針對台海 如果真的台海發生戰爭的時候 我們節目裡面都曾經談過嘛 說美國在什麼不同狀況之下 出了多少兵力到最後的整個這個勝負的一個狀況 事實上我認為包含到布朗 他都沒有認為說 如果今天美國去介入所謂的亞太地區的戰爭的話 美軍有辦法輕鬆的獲勝 那這個當然來自於就是說 你十字兵力進入的時候也要去評斷你的這個對手 他的整個軍力的狀態嘛 所以他提出這樣一個狀況 那當然包含到最近 因為這個環太軍演也在舉行嘛 那我們有看到就是說 其實他的這個所謂的環太軍演的這個司令 也有被問到 就是臺灣的記者也有去問說 那如果這個這個台海發生戰爭或怎麼樣 那看起來就媒體的報導上面來講就是說環太軍演他試圖上去切開 也就是說事實上你東太平洋西太平洋那一塊並不在他的範圍裡面 所以他一直講就是說你要問的 其實不是我這個司令 不是我第三艦隊的這個司令 你應該去問的是整體的狀況 所以我認為布朗的這個說法 當然會讓大家覺得說 如果回來的是台海如果爆發戰爭 參謀總長 參謀總長會出來講說美軍必勝 那背後是不是代表美軍要介入或者要進入這個戰區 他才會有後面的條件 因為他說慘烈如二戰 如果是美國不直接投兵力的話 理論上不會是這個樣嘛 俄乌戰爭裡面我剛提嘛 對美國來講最大的是那個無止境的軍費 一直不斷的支出 但是他沒有人命的傷亡 但如果今天按照布朗的說法是 那美軍是不是會實質投入這個這個作戰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當然對對很多人來講 就是說美國現在看起來在亞太地區裡面 可能不是只有嘴巴用說的 而是他看起來應該會有一些的規劃 不然你怎麼會知道 就是說那個慘烈的程度 那我剛剛為什麼要特別提說 前面有很多的這個兵推 但是不是等到就是說 整個美國總統大選定調完了之後 那美國對於亞太的這個態度會更為明顯 我覺得這也要看接下來川普 那其實剛剛五哥提到說 那個報導 去提到說民進黨是不是壓寶 我也講一個嘛 二零一六年的時候 大家還記得吧 民進黨在那個時候被認為說 大量在壓寶希拉蕊 結果後來川普那時候川普當選的時候 民進黨也趕快講說 其實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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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他因為一六年那時候 曾經吃過一個虧 因為那時候其實大家回來看 當時的那個那個氛圍下面 其實那時候也不太認為說 這個希拉蕊會有沒有當選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認為後來的這個報導 為什麼對民進黨本身來講他不在這件事情上再去表態 因為你怎麼表態都不對 你看我們我們這個幾次美國總統大選完了之後 我們一定都要先出示一個就是說 我們跟總統當選人 不管是這個這個私下的往來 或者是賀電 我覺得那是因為在二零一六年那一次 真的對民進黨來講是一個大傷 OK 將軍我們現在正在漢光演習 對 其實每一次在漢光演習 今年是大家講說不演了嘛 就不要再去告訴我演那個什麼假想敵什麼什麼這些 就真的實際的狀況去做業 其實漢光演習對我們來講的話非常重要 尤其最近幾天大家在看 包括戰力的保存啦 所有這些對我們來說 總是要有第二集第三 我們只要叫後面能夠有聲力量往下打 這才等得到所謂的外援啊 其實國軍現在的漢光演習 跟以前我早年參加漢光10號12號的 那種早期的時候已經不太一樣 因為早期的漢光演習 幾乎你看不到解放軍 看不到敵軍 我們所有的假想敵都是用想定做出來的 可是今天大家可以看看今天 今天漢光演習第一天 有沒有假想敵 沒有 但是敵人來了 那無人機繞我們一圈耶 無人機繞我們一圈耶 外島地區有多少共軍的共艦 然後在空中有多少越界的這個中國的軍機 這還需要假想敵嗎 所以以前的漢光演習是怕我們望戰必違 所以每一年要針對國安作戰計畫 然後國防部給一個想定 給予你假想敵 然後激勵到你說不要想像現在是和平的 我們的敵人從來沒有放棄他 這是以往漢光演習的意義 現在一年到頭不都在漢光演習 他天天飛 每天在飛 台南的新竹的所有的機場 這些空軍的戰機有哪一天不迎空去驅離敵機啊 每天都在飛耶 那對於空軍來講他每天都在做漢光演習 每天都在做 對於海軍來講對於海巡來講 他哪一天不在做漢光演習 光是金門七月份就三次啊 就三次他那個他們那個海上的這個警察 越界到我們金門 我們的海巡就出去啊 這不是漢光演習嗎 所以我們現在是天天在做 而這一次的漢光演習 為什麼做了以往最大改變 就是說沒有沒有劇本 那其實沒有劇本我講過 但是有計畫 因為沒有計畫怎麼做演習 一定有計畫 但是這個計畫或是說你刷劇本也好 不劇透 我不洩漏出去 我們以前是半年前就告訴我們 半年前告訴我們 為什麼要100分演出 不能有阿兵哥受傷 不可以有裝備拋錨 不可以有跳彈 不可以有人民抗議 不可以擾民 不可以找做出計畫以外的行動 這是以前 所以是完全按劇本演 這次不一樣 不給你劇本 那就表示什麼 說不定你這邊沒有準備好的戰策 他通知你出去 你會不會拋錨 會 但是拋錨 戰場搶救 那也是一種演習 那以前的拋錨 我們也看過 那個拋錨是設定好的 然後在這個某某處 在車要拋錨了 旁邊都準備好了M88 準備好油罐車 車子一拋錨就過去了 做得很漂亮的搶修 那是演戲 現在你會看到 我們的部隊是未經預警出去 那未經預警不是計畫外 那本來就是他的作戰計畫 可是下命令之後 你要去解決 這才叫做演習 但是這一次的演習 除了你說什麼後備動員 橋樑阻絕 萬安演習 我覺得這些都不重要 還包含了澎湖一名撈到了一個疑似 美軍海上巡遊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無人艇 我覺得這都不是什麼大事 我覺得這一次演習 真正的一個大事 是我們以前都沒有做過 叫做境外物資皆轉 從來沒有做過 我們以前做韓廣演習 長官就告訴我們 同島一命 對不對 絕不退縮 與陣地共存亡 沒有說過會有外資來接濟我們 就是我們儲備了七天的戰鬥物資 打完七天 還沒有作戰結束怎麼辦 想辦法 嗯 就想辦法 什麼辦法 不知道 可是現在的韓廣演習 他告訴你 我要做一個境外物資轉接的演練 我在軍中三十多年 從來沒有做過這種演練 一次都沒有 從哪裡接 如何接 接了放到哪裡 然後接下來之後 如何分配 分配後各部隊到第一線部隊 能怎麼樣取得物資 從來沒做過 從來沒有做過 但是這一次要做 我覺得非常有意義 也就是說我們作戰幾天 不是要做幾天 是我能打幾天 我有多少物資可以打幾天 打完怎麼辦 那麼我們要的油 車輛要吃的油 要吃的蛋 人要吃的米麥糧 還有呢 要所有的情報 這境外物資包含的情報 包含電訊設施 我們如果打了七天以上 不夠了 怎麼辦 這個境外物資的接轉 接運太重要了 接到之後 如何分類分配 運到第一線 我覺得這一次的漢光演習 做的是務實的 但是呢 我要告訴大家 大家不要期望說 一定是100分演出 既然沒有劇本 既然沒有劇透 就不會100分 不過這樣